今天又繼續回我們的四川之旅 上次就說到我們參觀完位於成都北面的村菜博物館 我煮了三美村菜 和試吃了很多款村菜小食 之後我們就出發去位於成都延南的洛山市 窮L游記 說到洛山市最有名的 就當然是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都一定有讀過的洛山大佛 想看洛山大佛有兩個方法 第一種就是沿著大佛旁邊的石級走下去 和大佛來個超近距離的接觸 然後沿著石級走上去 不過這個方法就良為有點辛苦 所以我們就用了第二種舒服得多的方法 就是搭船由缸上面看大佛 駱山大佛是在唐代建成的 至今已經有超過1200年的歷史 是世界上最高的石佛像 所以好易受到風化侵蝕 據說大佛在上次的檢查一面 發現上本身有比較多的破損 所以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來的時候剛剛在做維修 大佛的相本身都搭了棚 看不到整個大佛的船貓 除了駱山大佛之外 這裡還可以看到碎佛 其實是網絡有點像睡覺的大佛的三角山峰 因為我們那天比較大霧 看得不太清楚 只好拍攝上的照片給大家看 到底像不像睡佛 我想就要看你與佛有沒有完 看完大佛我們就去了吃 其實駱山這裡最有名的食物 應該是我之前有介紹過的勃勃雞 比較可惜的是 今次的行程就沒有安排到我們去吃這東西 而是走了去吃麻辣火鍋 雖然吃不到正宗地道的勃勃雞 不過都讓我們學會到四川人是怎樣做油碟的 首先在碗裡面加入蒜蓉 芫荽 蔥花和辣椒 我們來吃的這間火鍋還有一隻他們特製的酸菜 負責人就說加了會令到油碟香很多 然後再加入四川人比較喜歡的蠔油 我們香港人不喜歡吃的味精和小燒鹽 之後就可以倒最重要的香油 即是大豆油混芝麻油下去 之前也有說過香油的主要作用有三個 第一是令到剛剛綠熟的食物可以極速降溫 第二是減少食物的辣度 第三是有清熱作用不要那麼熱氣 最後就可以按照個人口味加點醋下去 再攪勻它就完成一碟油碟了 吃完麻辣火鍋之後 我們就去了酒店Check-in結束一天的行程 我們那次入住的是在洛杉市市區一間 開業不夠一年的新酒店 洛杉華美達酒店 由於是新酒店 加上是由外國酒店集團所經營 不單紙房裡面的設備是比較新正齊全 早餐的種類也是比較多 最特別的是竟然是有勃勃雞食 雖然不知道酒店這裡的水準 跟外面吃到的有多大分別 但總算在臨離開洛杉市區之前 吃到當地的勃勃雞了 最後就講講遊樂山帶佛的一些資料 想坐船的話 大家就可以來到這個八仙洞遊船碼頭 票價原先是70元 維修期間可向半價優惠35元 開放時間餘下 想由成都過來樂山的話 除了可以坐之前介紹過的 成都景區直通車之外 亦都可以選擇坐高鐵 大約一小時就可以來到 好了 今集就來到這裡 下一集就會帶大家去到樂山市的建維院 去坐現時世界上 唯一仍然有作客運用途 超夢幻的宅鬼蒸汽小貨車 如果想看上一集 在村菜博物館 試吃村菜試吃的一段影片的話 就可以按現在右上角彈出來的i字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